李子玄去泰国陆综艺,萨尼尼隔空喊话:"等我回去,我带你飞!" 豆子李子玄大概是创造101B最遗憾的选手了,刚好排位卡在第12位能出道,从他的微博粉丝量以及各大榜单的点赞数来看,他的排名都挺靠前的,而且实力也是有目共睹,加上洪涛、何杰、何岁等大咖都pick他,为他未能成团感到惋惜。 而且很多出道的小姐姐也十分喜欢豆子,虽然最后结果如此,不过以他现在的人气,豆子未来还是会有很多机会的。 这步,高能少年团马上为豆子抛来了橄榄枝,比赛结束后,李子玄就马不停蹄地飞往泰国参加了高能少年团的收官录制,豆子依旧倾心可忍,笑眼弯弯蒙力十足。 6月26日晚上豆子也发微博庆祝自己第一次的泰国之旅,觉得自己很荣幸,而且还向粉丝报告说自己晒黑了,黑了一个度,刘海也乱了一点点,泰国的美食他只吃了一丢丢。 豆子此条微博一发,101的小姐姐们纷纷发来贺电,吴轩怡表示想他了,赖美云说豆子已经尽力了。 赖美云更是十分羡慕豆子能去泰国录制节目,要知道泰国可是桑尼云的家乡,这次来参加土创一和研究几个月没回家了。 怎能让他不想家? 豆子也表示很遗憾,之前说好一起游泰国的,但是由于双方形成不一样只能作罢,萨尼云在评论区疯狂喊话豆子,等我能去,我带你飞。 真羡慕他们的友谊,这段一起哭一起追梦的时光,很值得珍惜。